那甄莉 你首購買在哪裡 台中跟老公 首購的房子買在台中 你店開台房 你買台中你有去住 因為老公住台中 老公的公司開在台中 所以我們第一棟房子是買在台中 那我跟劉大哥一樣 我第一棟房子我們是看透天處 在永豐站五旗那邊 然後它那個透天處就是 上面四層 下面地下 上面三層樓 然後頂樓嘛 然後在地下有一個地下室 他們一千萬 我就帶一千 厲害 買一千 帶一千 那是銀行關係嗎 沒有 一樣嘛 就是跟那個 建商然後把它做高 然後帶八層 剛好帶買一千 然後我三個月把它賣掉 那你一千萬 帶一千萬 對 然後一個月大概繳五萬多塊 後來賣掉多少錢 三個月賣掉 賺168 投包力160倍 168就變成我第二棟房子的頭期款 所以你當時本來就是為了要這樣炒作 不是為了要住 不是 本來當初是為了要住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就是我所謂的透天處大部分都是一層樓很小 然後上下 往上下發展 那那個讓我覺得其實還是不方便 而且尤其小孩小 爬樓梯危險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考慮一下就把它賣掉 就交屋後我們就賣掉了 我覺得看法是 像這樣操作是都比較高的橋樓桿桿 它必須是在買東西要市場其實很強 你說要買人 想要這些東西很多嘛 你如果說很少人你就有可能死了 因為你就有透露了 對 所以也要看那個地段 因為其實在台中的五期 它算是一個發展已經算是還不錯 而且那邊房價算是普通 不算是很高的 不像七期 七期都是兩三千萬以上的房子 所以你第二棟買在哪裡 第二棟我買在八期 那時候我買在那裡的時候也便宜 台中已經到八期了 到八期 對 我又賺到了 那也賣掉了 沒有沒有 現在自己自住 可是因為那時候有找人來沽 然後人家是沽 現在已經到二十三萬一瓶 哇 對 那邊還不錯 好奇 對 是去年買了嗎 所以 這個是三年前買 我買預售屋 所以預售屋比較便宜 因為那時候買的時候還不知道要蓋Costco 因為要做這種操作 剛剛講說是市場性要好的話就是那個資金的 譬如說銀行的資金很多 很充裕的 然後利率很低 還有你要考慮到你 萬一有一天它不好的時候 你也能夠付出你的利息 對 因為你是沒有付本金嘛 你應該沒有付本金 前三年付利息 對 就付利息 就這樣 就比較超短線的超短 然後呢 如果按照你們剛剛講說 不吃不喝二十幾年才能買房子的那個邏輯 其實從民國六十年代都一直是這樣 對啊 因為民國六十年代的時候 大安區的房子三十五平要七十萬 當時工人員薪水大概六十年代的話 大概兩千多 也是要二十年 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買 怎麼過了二十年 還是要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再買 有時候這個東西 報導東西聽聽就好了 因為就是說有能力的時候就要買 還是現在景氣比較差 不是 就是說 在台灣的二十五年經驗告訴我 就是說你有能力就要買 譬如說我有錢 那我剛好在這個地方 台中高雄哪裡不管 我這邊看那房子喜歡 我有能力付得起我就要買 什麼叫有能力付得起 就是你落地的錢 你有工資 有固定的工資在拿嘛 譬如說你的收入 你的固定收入一個月賺二三十萬 然後你看那房子豪宅你想要買 你去買 有能力 那不會說今天你 你今天賺三十萬 然後過幾天就變三萬塊 那當然買不去 第一個你的收入要固定 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一個月七萬塊 兩個加起來七萬塊 你們就可以看七百萬的房子 對啊 七重分 八萬塊就看八百萬的房子 這樣子是最穩當 就是多大頭戴多大很好 你的七萬塊乘一百倍就是你要看的 七百萬就應該在台北市的第三款 就是台北縣去找房子 你可以住得很舒服 負擔很舒服 你那個說 不行 我就是我有那個能力的話 你把七萬塊乘以 兩百倍就一千四百萬 是你最大的極限 因為這樣的話 你的薪資沒有穩定 但是沒有再增加的話 你大概已經拿掉你薪資 將近二分之以上 將近三分之以下的 這樣的一個守則是在負貸 我本身家利息 所以七百萬就可以買在台北縣嗎 你看我們就住在台北縣 是啊 我們就住在台北縣 對不對 我也住台北縣 而且每天生活還很愉快 對不對 還有錢去吃火鍋 你怎麼會被貸款壓垮過 不是我壓垮 我現在講的是我的朋友的 那個是怎樣 前一陣子七張捷運共共 然後剛剛在推的時候 然後呢 七張就 新店 新店 我住在新店嘛 然後那個時候就又 剛剛推出來的時候 還算便宜 對 結果就有人就想用財務杠桿 剛剛那個原老師講的 你財務杠桿做得很大的時候 其實你要看你後面的還款能力 有沒有那個能力 結果他就想說 來 以屋養屋好了 因為什麼 行情很好 他那時候 一品好像大概 假設大概30萬左右 推出來的時候 他就買了三戶 他就想說 他因為現在手上的錢還夠 所以說他就每一戶他都貸款 其實他可以不用貸那麼多錢 可是他想說 30萬他還會再飆上去 可是後來他沒有想到 剛好碰到那個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對 結果呢 家庭沒做到 他本來想說 我養屋養屋嘛 反正我買了 買了三間 自己租一間 兩間的租給人家 租進來可以 有人來幫他 幫他付那個 貸款 貸款 結果呢 一點都沒有料到說 租的房子呢 房價也沒有租到那麼好 租金啊 收入也沒有那麼好 然後他的房子呢 也賣不出去 根本跟他想著 完全是兩回事 結果拖垮了 他自己的房子之外呢 他的爸爸媽媽 慘了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是 借錢給他去買這些房子 結果連他爸爸媽媽就是房 那個什麼 那個等於年代保證人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不是啊 賣賣處理啊 最後都賠錢賣 最後通通賠錢賣 通通賠錢賣全部斷頭 幾乎變成股票的斷頭就對了 這就變成財務桿子 剛才 袁老師說過 你財務桿子做得那麼大 你還不出來的時候呢 你想說啊 可以有人在幫你負責租金 通通沒有來的時候呢 這個大趨勢 大環境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所以老師有在說 你都沒在聽 買家的看名字 對 他想要三間耶 可是你看以前 以前大概一二十年代的 那個一些藝人 都非常有名的 都是在線上 然後那時候都不是常常做 那個房地產的那個 代言 代言啊 或是去工地秀啊 每到一個地方就前台灣省 不要台南 台中啊 高雄 台北啊 就看到 哪個地方他覺得房子不錯了 就訂 可是就有一個藝人 他就是買了好幾間啊 到最後呢 他自己有問題了 他付不出來那些貸款 就脫手都賣掉 就是賣得很便宜這樣賣掉 不然 不然會受不了那種 貸款的壓力 所以那時候都會想說啊 那 反正我們現在還很夯啊 可以賺很多錢啊 所以可以投資很多間 可是哪知道演藝圈 是這麼的不穩定 哪知道哪一天呢 都沒有錢可以賺了 結果不好意思 那些全部要賠很多賣掉 對啊 賣一間 撩一間 對 做房子算在裡面 有兩個撩錢 八個賺錢 那兩個撩錢 怎麼撩就是